不回頭,這個邏輯上是不成立的 用普世的例子,加上佛祖耶穌都可以 那你一定要邪惡是厲害的,這個情況才可以 好,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不是經常看電影的人,不過看完這套《陽光姐妹》的圖後 想起很多關於自己讀書時候的事 我很幸運,我到現在還有一些中學同學或小學同學在聯繫 但是更叫我醒一醒的就是 原來我以前只是想著自己將來將來相繼一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是醒了之後,我知道自己將來還要做什麼 誠意邀請大家一齊來看電影《陽光姐妹圖》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馳名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尝一尝靚波之味,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香港人網七歲了,你都想跟人網講生生日快樂? 快點報名參加6月16日 在旺角帝王亭宴會廳舉行的香港人網大型生日晚會 我們為你準備了豐富的美食佳謠 充滿驚喜的表演節目和壓軸大抽獎 無求令你和一眾人網主持、嘉賓、寬度難忘的生日派對 報名詳情請留意香港人網討論區 知識是改變命運的力量 國際式家文化中心送贈給山區學校的兒童百科傳書 結集三千多名學者,花上七年時間編制而成 若果你都想參與今次活動 中心可以代辦並送到受惠學校 每套兒童百科傳書連運費港幣180元 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還會回陣內涵 十四套精彩印度電影光碟一輯給參與者 請將存款收條、連同姓名及聯絡資料 全增2338-0633或電郵至aardf.lavigator.com 想了解郭兆明先生多年來改革農村的工作 可瀏覽www.happyhari.com 星期一、三、五 蕭先生助陣,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文史哲理 風雅少少,現在開始 很高效力 回到我們繼續講一下 毅特首梁匪振英 梁匪振英 由梁書記變成梁匪振英 梁匪振英比較好 算什麼鬼忌 首先第一,作為共產黨領導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 這樣閉大眼說謊是最重要的 廣長不眨眼的 廣長不眨眼的 包括胡錦濤和溫家寶在內 胡錦濤說梁匪振英是受到廣泛香港人的認同 廣大的民調是怎樣 他的支持度是五十一點 曾蔭權是四十三四 董建華下台時是四十七 距離他們已經不遠了 他想做多少年了 第二就是 支持他做特首的人 是三十八 反對的是五十一 現在是負數 支持率 他有今天 第一就是 我們現在有三千三百多人 大家要繼續去那個不承認運動 我們會再考慮再進一步 不過我真的想 其實想找何喜華 我們想怎樣呢 我想跟他聊一下 我是想做一個吵架節目 好看 那些敢上來的 找人跟他吵架 我又不是很想自己親自去吵架 阿錦這個真的令我想他自由莫擊 又是吵架得飛起 真的像我們以前做歌 對阿 算拍文的 那就是 好看的 叫何喜華 叫劉夢雄 那些上來吵架 何喜華真的很難原諒這個人 阿錦 在天台那裏 我猜他現在真心相信 我猜他真心相信 我是為何講到這個問題 我想問一個問題 CY 他其實呢 他現在想抹殺這件事 1997年之後 董建華是委任他為 房屋政策的負責人 這個 梁錦松就負責教育政策 所以就雞毛鴨血 譚耀宗就負責勞工政策 就不做事 所以他就沒什麼事 這兩個人很嚴重 他不是行政會議的一部分 而是行政會議有關 是一部分房屋政策的負責人 當日是 其實責務旁貸 責務旁貸 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幾多年 你對房屋政策很有認識 那你是不是想過了有一個全盤的philosophy 如何解決這個房屋問題呢 你今天突然提出這些東西出來 那你才做什麼 不是啊 提出拆公園和運動場建公屋 以及拆舊房建公屋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多嚴重 雖然一聽 神經病 真是生氣了 所以我立即看張震院是什麼 他在英國就讀電腦之類的東西 然後就在哈佛讀碩士 就是McKenzie出身 是完全沒有sense 它順著摧毀香港 aller整個城市計劃 你看房屋政策 是你Cy最熟的東西 你不會臨時impromptu 看這個東西出來 現在無故就看一個政策出來 之前在政綱的地方不提 現在剛剛看的這樣的政策出來 是完全 acordo不通的東西 ственный告訴香港的體育場太多 從來都說 體育場太少的 但是學不到場 怎會太多啊 大佬 誰會或公園太多 現在的公園是假公園,在樓上的,你還說太多 在平台上的公園 很少公園,珍貴到是不准踐踏的 草地還要是 這個房間這麼大,就當一個公園 就是不用收拾空間的,密密密密密密,建滿房子就可以了 這個第一點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當一個墳場 第二,喂,張振遠身為市區發展局主席 他說收這舊區的房子,來建建公屋 第一,收舊區的房子,你也知道 是要當七年樓齡賠給人 還要賠半千元費,就是以市值賠給人 然後收了回來,就建了一些公屋 你知不知道?公屋是一種賤價的commodity 無端端,政府已經虧了很多錢 這個我不要說 當你密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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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拆這些公屋 進去那些貴的地方一刻 是整區的樓價大跌,這次你達到目的,樓價大跌,因為樓價是講述環境的,當你起到很醜陋的高屋在那一刻,樓價大跌,譬如附近的樓價,終於跌了500億,結果佔了5000人,平均一個人的代價是1000萬而已。 樓價大跌,但是你又不給他1000萬,你如果肯給,我講一個簡單的sample給你聽,以經濟學來說,這個就變成租值超賞,我給你50萬,你搬去粉嶺住好不好,全部去粉嶺住,那些人不會堅持在市區住的,如果是這樣,我給你1200呎的樓梨在粉嶺,是不是好過給你400呎的樓梨在市區,又不是屬於你的。 香港自得踏遠30分鐘車而已,其實就是, 即是他堅持要資源挫配? 我贊成就是在禮賓府的花園去建公屋, 剷成了西九個盤去建, 要不就,要不就... 是嗎? 我贊成... 是一樣的,你不要反對就行了, 左邊花園就建公屋,右邊就建骨灰鎺 起甚麼? 為甚麼? 我又不同意,在花園建? 剷成了禮賓府的起床 不是啊,要他硬要夾在中間住才行, 給了一個單位去 你住回去禮賓府, 左邊就是公屋來的, 右邊就是軍灰鎺來的, 隔壁有垃圾塵花園 十幾年房屋政策, 這兩個人完全是沒有怒的, 你明白嗎? 選人而不利己的, 你是不是全區都造反了, 如果是這樣做的那一刻是... 有選有煩,沒有選有慶 也可以問賀喜華, 對於這個政策有甚麼看法 看看他覺得, 住在這些房子, 是否跟著陸中落差 即他不能當有公屋建了, 就要搞定 以前我們人在密度沒那麼大, 我小時候當然可以在市區附近建公屋 第一, 那時候只有二百多萬人而已 你明白嗎? 而且那時候還沒有填海 用了三十年, 將人們從市區搬去郊區, 所以現在市區的人口沒有那麼密集, 我小時候去灣仔, 真的一家半空都掉了板在睡覺的, 那時候是, 將人口物動減低了, 現在將人口物動交回牆去, 這些是甚麼房屋政策來的, 你告訴我嗎? 喂, 在外國, 都全部搬去suburban, 對不對? 這個比較好一點的生活環境, 你能不能夠在市區那個人, 改善生活環境, 有一家一千呎那個環境, 在市區有一家三百呎那個號, 你在郊區, 香港, 你整好交通, 最多是四十分鐘, 四十五分鐘車, 如果改良了, 是嗎? 不懂, 即是他應該做一個配套, 那些政策, 他想了十五年就想到這些政策, 現在突然出來說這些東西, 你是不是狠狠到極了? 這個人對香港政策有甚麼認識呢? 他有甚麼管治理念, 有甚麼哲學在後面, 最基本的東西都不懂, 是他最專長的房屋, 他現在一說就露底了, 即是顯示出他無能, 那第二當然, 維園不能夠填海, 以前第一, 因為人口密度低, 第二, 就是那些公共地方, 很多是填海填回來的, 你再填, 維海就不能見了, 你知不知道, 其實最近填的中環繞道, 那裡已經窄了, 很窄啊, 已經那些船賣來, 其實已經很危險很多, 很危險, 我小時候就是在北角海皮釣魚的, 現在呢, 你上下渡海輪呢, 是不得了, 因為維海呢, 是太過急了, 直了, 直了, 填直了, 水流很急了, 你想了十幾年, 想到這樣的屎招, 你不肯是嗎? 實際上, 他最擅長的東西, 我都不要跟他說醫療, 不要跟他說路人福利, 教育, 教育, 他還沒想到, 接近香港和九龍, 填在中間, 走過去了, 真的 之前的人已經說, 那第二, 就說那些鄉新的東西, 那些鄉新的東西, 就是這樣, 那現在, 林武雄又公然跟新鄉議, 那些鄉新又再去, 重溫, 又不論是原本都來, 就去吃吃吃飯, 然後鄉新又出來說, 不會妥訊, 說他公民抗命, 我真的不明白, 林鄭月娥呢, 就是堅謊決不特赦, 還有, 就是要人家登記, 現在鄉議局, 就全部不登記, 只有三個outcome, 一個, 就是發生衝突, 當你意圖入屋去執法的時候, 那些鄉議局, 鄉議局, 鄉議局, 或者鄉民出來, 阻攔, 那你是否用武力進去執法呢, 造成這個傷亡如何呢, 最好我當然是贊成, 就是梁福元, 帶頭自焚, 只要死兩三個, 我不相信他會執法,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彈到好笑給他, 梁福元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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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三個人自焚給他看, 神經病, 我看你林鄭月娥, 賭不賭台, 或者只有兩個結果, 要不就是進去, 武力衝突, 特區政府退出來, 不能這樣執法, 那林鄭月娥一定是衰弱的, 第二個, 打都進去, 混蛋了, 做直傷亡, 然後, 那林鄭月娥又衰弱的, 是一個方法, 林鄭月娥不衰弱的, 就是鄉下老乖乖的服裝, 讓你拆了這些錢, 那林鄭月娥就公積無量, 覺得她威望大增, 接著就做政務司司長, 這樣做什麼, 那這樣的泡文肯定有多少呢, 那鄉下老乖, 解會神福, 我真的不明白, 那不可能啊, 現在說一整層剷掉了, 這件事我想可以叫做樓, 知福仇, 即是你不聽我的電話, 我真的不明白, 因為那些丁屋, 我解釋給你聽, 丁屋最多建了半層, 問題不大, 有些多建一層, 那些都是少數, 多的是丁屋, 現在是有幾千間村屋, 以前那些村屋是很小的,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是很小的, 我回去看那個鄉下, 那間造屋原來這麼小, 知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小, 那些地都不值錢, 那些這麼小, 因為他們很窮, 窮到建築材料都買不起, 要建築材料的嘛, 你明白嗎, 那些村屋是四五百尺, 全部都是四五百尺, 建築到七八層那樣高, 你可以拆掉樓上的四層嗎, 不行的, 是要整間都拆掉了, 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怎麼期待那些人不跟你拼命, 你根本就要把整間村屋拆掉了, 真是毀興我家園, 不介意他們這麼說啊, 你不可以只拆掉那幾層的嘛, 那些是有幾千間, 這些是有幾千間, 如果以林鄭月娥這樣的處事方法呢, 是註定失敗的嘛, 你明白嗎, 怎樣發生, 他都是犧牲了他的民望的, 他不想一下, 為什麼有些人會乖乖地被你拆掉他整間屋去呢, 逼得他幫他重建, 重建又不夠重, 是啊, 他們現在都說自己很逼了, 很辛苦, 你知道這個世界好嗎, 如果那些村民報警呢, 不知道禿嬰怎麼處理這件事呢, 他沒有處理那些, 不是社會人事來的嘛, 但是他是激烈社會人事, 就是, 你搞到那件事這麼大, 這麼高調去處理, 就是大家都完全不能下台, 是不是啊, 是完全沒有政治手腕的一件事,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用更加Creative的方法, 你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說了, 我不想教他, 我是有方法的, 你忍住啊, 我忍住千萬不要亂, 我覺得, 現在十四年量刑裡面, 都做不到大和解, 就是柳武雄和梁振英之間都和解不到, 拆上的那些層, 真的倒塌了, 整間層, 你知道嗎, 因為, 我又說, 法理根據, 全部傳媒都不懂得搏香薪, 他說, 舊屋契呢, 是沒有限高度的嘛,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 有沒有限高度啊, 因為在講建築條例, 是建樓要不要入職, 要不要有人監工的問題, 你家屋是不是Qualified, 他只是村屋, 不高於三層的, 每間高於七百尺的, 就是豁免入職, 現在在講那個, 你有沒有Wile來到地契, 那個是disputable, 你明不明啊, 但是, 香港所有人建樓, 是不是不需要入職的? 他意思是不需要申請, 不需要申請自己, 又不需要工程人員監工, 可以建一間屋出來的, 所以你一定輸的嘛, 講原理來說是, 如果不是, 他說他建個巴別塔都可以了, 你建廿幾層都可以了, 就是不需要入職的, 這個就是神奇的嘛, 對不對啊, 哈哈哈哈, 怎樣建一個1010出來的? Exemption呢, 他1961年就講, 什麼有Exemption, 什麼沒有Exemption, 他說, 所有屋, 其實就是拼了進去, 就是你建不高過三層, 多少尺, 因為有限高度, 那你建三層, 每層的Headroom, 三十呎, 建一百呎高, 那就很危險嘛, 你明不明啊, 所以這些呢, 有Exemption嘛, 其實那個叫Pre Approval, 即是如果你Within the Standard, 你就不用申請了, 不用, 就入職了, 不用入職了, 但是超過就要嘛, 大哥, 哈哈哈哈, 起碼你要知道安不安全, 那時候, 這個是違章建築嘛, 這樣變成了, 我不是僭不僭建的問題, 你基本上是一個違章建築物, 你明白嗎? 即是你要建七層, 又好八層又好, 那時候你有申請, 那就說一件事啊, 那大家就打個地契可不可以? 是啊, 但現在不是嘛, 現在不是啦, 你都沒有做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他們的Port完全是不利的嘛, 所以傳媒要聽著啦, 就要釋駁了, 不是, 我要問你, 這個英國人來之前已經有, 那個是不能夠, 是不是能夠管, 他的Port Ratio的問題, 就是, 凡是在香港建築物, 都受建築條例管制的嘛, 因為你建一間建築物, 是會窄身隔離的, 哈哈哈, 這個是安全問題來的, 這個是安全問題來的, 這個是, 還有, 按照計, 他都要審視的嘛, 都是那一句, 他要建成20層, 出來在那裏, 那扔扔扔扔扔, 那怎麼辦呢? 當然啦, 即是, 林鄭月娥做下去, 不太好敢致, 全部進那些屋子裡, 看, 起地奴, 哈哈哈, 那些有錢人, 十個有九個起地奴, 我認識這個人, 他在地奴, 是有一個standard泳池的, 你那樣知道, 我讓你聽是誰, 會送郵寶給你, 林鄭發郵寶寶來人網, 然後剩下 Your call, 全部打 我看不到 我覺得林鄭有多好打 我真的不明白林鄭怎樣 她老公是數學的 professor 其實她也是想 無論如何堅持原則做完 打死八周 搞得那麼嚴重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收科 她不是想搞那麼嚴重 來到退休要老公養 很奇怪 這個政府未上任都已經開始有管制危機了 梁振英 文王是負十八點 這是很驚人的數字 只要跌多一點就變成董建華 她未上場應該是董建華 我都覺得是 她的內閣名單其實是中央會幫她搞定 包括各方面的人都會安撫回頭 如果她想用林鄭做政務司長 林鄭提了一個要求 一定是要她支持拆掉所有的潛建 我贊成 我贊成 拆掉全家屬 拆掉全香港的潛建 你知不知道得到什麼結果呢 就是那些房子當然是貴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你是在減少公益 那樣是 哈哈哈哈 為什麼香港的豪宅這麼貴呢 把她包在潛建的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五六萬元一呎 那些人都買呢 因為她的潛建多一倍 所以就不是五六萬元一呎 你一拆掉她 那這次當然是大人王 是不是啊 他們要計算 我就告訴你 我的房子就是建了一條樓梯 我都入職了 我已經直至九七年以來 我怕了潛建 是絕對不准潛建 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是贊成拆掉她的 哈哈哈哈 不拆掉她 你就是壞婆 哈哈哈哈 二平的身界 哈哈哈哈 但實修圍村 可能真的可以建了公屋 是啊 夠了 有些圍村 大埔 沙田那些都可以的 你問一下何喜華 怎麼看 拆掉潛建她 建公屋 是啊 那天台木屋 那些全部拆掉 大家一齊 哈哈哈哈 那叫何喜華親自和鄉親自 就是完全沒有political sense 就是這樣 林鄭快點搞啊 好了 那就講兩宗商業上重大的事 你先講講 前幾天就一直傳說 肥佬黎是台灣所有的業務都賣賣 但是今天就出了聲明說 建建公屋 他第一個聲明沒有全面否認 第二個就全面否認 是 那我都講過 如果你叫香港找幾個做生意最厲害的人 其中一個是黎智英 我記得你說過 你佩服她 但是結果 做一電視都慘敗 都慘敗 其實一電視慘敗必然 賣賣盤來講 一電視都已經慘敗 就是說 每日燒三百多萬 就是好像一電視蝕的錢 是蘋果 蝕到整間公司 negative 他現在欠十幾億債而已 就是賺回來的錢 蘋果賺回來的錢 被他蝕鬼了 不止還要入獄 那故事是教訓什麼呢 他有一個 alternative 其實再支持下去 他就支持不了 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 撿到一電視 只是留回一周刊 一周刊和蘋果 那就賺錢 香港爽步繼續鬥下去 就是這樣才可以支持 在香港銷錢 對 他的cash flow就變成positive 就立即變成了 但是 為什麼黎智英會陷入這個ad market之後的第二個慘敗呢 老實說 我也看了幾本黎智英做生意的書 就是在他那裡吸收了一些東西 就是有些東西學到的 就是 他呢 其實他說要做生意的招數是什麼呢 他一來就要扔很多錢下去 用很高薪 請了全行最厲害的人 要求做得好過別人很多 喏 這個呢 我們接著講到第二個 他是徹底 不明白 做報紙和做電視的分別 為什麼呢 因為報紙呢 那時候呢 剛剛呢 是報禁解放了十幾年而已 台灣的報紙呢 是沒有殺傷力的 嗯 他們呢 還是很舊式做報徒 那一套 所以他們還沒懂得玩一個遊戲 他是把香港的蘋果 照給過去台灣 他就一掃 掃了 對 大家知道 香港的創作性 就是去了作新聞那裡 還有 那些headline是非常厲害的 香港是 去到人家是無敵的 這件事是 嚇死人家 反過來他不明白 電視在香港 是個protection market 在台灣是個高度競爭性的行業 每個電視台都是只有幾個百分比 每個電視台都是 那些人呢 一直都在打爛了 你還請香港的人才意圖 用香港那套過去run 這個必然是失敗了 香港的電視市場是畸形的市場 是啊 香港電視市場是教保護的 所以你用一個保護的 角度 的人才去做那個 你是注定失敗 第二 他犯了講做生意的一個重大錯誤 就是他不focus 不專注 地方分為台灣、香港 業務分為收費報紙、雜誌 這兩件事不要緊 再加上免費報紙、電視台 他經常教人做生意要專心 是不是 不夠專心 即是突然分了心 開得太多飯 第三 當然有人說他媽媽死了很傷心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有意興蘭珊的感覺 又說身體精力大不如前 但是他也是一時的 所以我說做生意 到最後你多厲害也好 都是講運氣 就是為稱不敗 你講無功 就是之前號稱 ad market 其實大敗 你猜不到 一電視又大敗 就是這樣 那從這裡 又講回王維基 今天我打電話公航 首先 他賣了那個 香港寬貧給人 very smart move 香港寬貧大概是賺3億1 3億2 今年最多賺3億5 相當穩定 是賣了49億多 賬面值15億 基本上公司是賺了35億回來 就用了十幾億來派息 每股派兩個半 當然很多股份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又代回很多億 但是這個做法都很公道 這樣之後 他就全力駁下去做電視 即focus 是的 他highly focus highly focus 那當然 其實幾個月前 大家知道 我找他出來 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有heart的人 我作為 託為 貿為朋友 我都盡了我的意見 告訴他 我認為他的政策是錯的 但這些問題 就太複雜了 我就不可以再講了 Anyway 黎智英和他 都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 就是當你在一個 sunset industry做的那一刻 你要 look beyond 那樣東西 你明不明 電視 尤其是free tv 是一個夕陽工業 你要 look beyond 夕陽工業 這個是有vision 和execute 到vision的人贏 Facebook 要不需要做這個電視 Apple TV 將會是怎樣 這些東西 如果你看不到的話 不能夠integrate的話 你的整個vision 是很大的問題 譬如說 黎智英 做這個動新聞 是完全是違背了做internet的原理 就是做internet的原理 我們還是走1.1 1.5 其實到最後來講 一定是要 user contribute content 和user contribute software 根本是 像youtube那樣 是啊 你去做你做多少出來 這個是self defeating的 還有你做的事情 為什麼可以不考慮 我都永遠說 有兩個名詞 你永遠要考慮 現在這個是future來的 一個就叫social network 的影響力是不得了 你看那些人是上幾個小時Facebook的 是不是 在街上都上銀 第二個就叫mobile internet 這件事結果是一定 在短第三個technology 其實一樣重要 不考慮這件事 是3D 如果一個技術上的突破 全身是qualitative 跟別人不同 你不是劇集跟別人 quantitative 就是 人家 就算你真的成功 TVB拍到70分 你拍到90分 那些人是不會轉過來看的 你要produce something totally different totally different 怎樣會totally different 這個又回去 你用的人有沒有基本的常識呢 第二件事我不知道 就是第一部 歌舞劇 那就糟糕了 神經病 這個都覺得很奇怪 什麼地方應該創新 什麼地方是不能夠播 我告訴你 這個叫黑五雷 有五類片是不能夠播的 這個 那時候鄭則士伯 飛躍嶺陽 我告訴你這部一定很糟糕 體育片 體育片 現在那部有什麼 朋友 爆粗朋友 那個 現在 起勢養 我告訴熊仔 告訴你 你一定很糟糕 這部影片 將會破今年港產片最低的 片王紀錄得十萬 講Bang的人一定會失敗 講歌舞 是無一筆失敗 是啊 如果我去那時候就糟糕了 是啊 沒有成功過 這些是歌舞片 沒有成功過 為什麼呢 是有理由的 全部可以解釋一個小時的 運動片 歌舞片 科幻片 Furr Furr 你take out了 又有理由的 以前是不能拍的 現在Furr就變成可以拍了 你明白嗎 為什麼 複雜 那些你唱片 其實是訓練班的時候 我告訴你 OK 是黑五類 有些 因為為什麼不能拍 而那個環境改了 變成可以拍 有些 還是在黑五類裡面 不能拍 如果這個常識都沒有 黃禎就拍了幾十年 他還在拍科幻片 科幻片不行 一句說完 那些人對香港的科技是沒有信心 你明白嗎 不信香港做到那些科幻的東西出來 這件事你克服不了 沒有辦法投入 沒有辦法投入 所以科幻必扣的 隨刻是連扣了三十年 繼續搞科幻片 他是繼續扣的 他還是不明白科幻片是不能拍的 運動片 那我告訴你 結果傑心事 北生好復我叫他大佬 就是這件事 一定掛飛躍來揚 為什麼 香港人不喜歡運動 混蛋 你叫那些不喜歡運動的人 怎樣去看運動片 香港人運動只是打麻將而已 他都是投入不了 他沒有辦法投入 那個人本身不喜歡運動 怎會喜歡看運動片 沒有辦法投入 他怎樣想像我為 因為客人 我們是用Monocheck 聲音不能拍到人 現在就用了道比 所以這件事就扣了出來 就是fundamentally change 好嗎 謝謝大家 今天